那各位呢 你可以進到我們這個平台之後 你可以從右手邊 你就可以從這邊連接到我的部落格 還有我的YouTube頻道 不好意思 我也是個YouTuber 我有在經營YouTube頻道 那如果你還沒有進去的 也沒關係 因為你可以用這個關鍵字就找到我 好嗎 你就打素文老師就好 這樣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介紹 有沒有 你從這邊點進來 這就是我的部落格 那我部落格上其實會有比較多這些文章 教學的文章分享 那另外呢 我們現在這個翻轉學習平台 因為其實現在學習各位這個年代 就是影音世代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很多都是透過線上學習的方式 包括看影片 看線上的教材 那OneNote呢 也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等一下我們會簡單告訴各位 你在操作 大概怎麼操作 因為我有幫他們錄了一系列的教學影片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的上面還有簡報區 就是你們平常用簡報就只有那個唯一選擇嘛 蛤? Powerpoint 不是嗎? 你有用過什麼其他的簡報工具很少對不對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不一樣的 像新制圖 你現在手上拿到新制圖 我們把它轉換成比較漂亮的風格 就是像這種Prazy的或者是Focus Guide 那有興趣 因為這不是我們今天主題 所以有興趣你再看一看 另外呢 在這個演習地圖這邊 如果你想看看 老師有去過哪裡 你就可以來這裡看一看啊 我們今天在這裡嘛 點下去你就看到 我有來過啦 所以你這樣就可以知道我足跡會走到哪邊 今天有點擔心 早上霧太大了 沒有辦法來 還好還好 因為我以前在這裡當兵也很有經驗 這種氣候就是會起悟的時候 那我的系列文章很多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用看系列文章 這樣會比較容易 OK 那我們今天待會會介紹主要是這兩個 這兩個 一個是虛擬睡盆 一個是這個數位教材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看 那另外呢 我這邊 我有經營兩個YouTube頻道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學校的 這裡 那上面這個呢 你點過去 這個是我公開演習的 公開演習 像我們今天這樣也是比較公開演習 所以你就可以點進去 就可以知道說哪一堂課上什麼內容 但是很重要的是 如果上課老師就一個小時錄一個影片 你要不要回家邊看邊找 應該沒有很想對不對 除非那很重要或者老師規定要看 所以呢 你可以發現 待會我錄下影片也會像這樣 有沒有 有順序的 第二個 有主題的 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不會 或者是有問題回家想要複習的話 有沒有比較容易找 那因為我們現在另外一個學習的趨勢 我想應該有不少同學有聽過摩克詩吧 對不對 MOS 那MOS強調的是什麼 老師要先把影片錄好 而且要一個小單元小單元這樣錄 那我們這個影片呢 我自己平常錄的習慣就是5到15分鐘 就是一段影片我就是一個主題 我就盡量抓在這個區間裡面 這樣子的話 因為超過10分鐘 眼睛就已經準備要蓋起來了嘛 15分鐘以上直接叉叉 不用跟我講 好 所以我們這樣的話呢 就更方便各位做學習 所以我的YouTube也歡迎各位訂閱 那另外呢 我在學校課程 剛剛那種研習式的 那我在學校課程我們就擺在這邊 所以哪一節課上什麼內容 你可以看到 哪一堂 因為最近剛開學嘛 這都第一堂的 對不對 第一堂的也是一樣點進去 我就可以在這邊 同學萬一 因為很多人第一堂都不會來 你們有這樣嗎 因為還在過年所以沒辦法前來 所以我們也都錄好 那同學要看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所以通常我現在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同學現在都不會在找 都會找網路上的我 反正不會去上面看就OK 要看幾次沒關係啊 你晚上十點要看 兩點要看 有人陪你 我睡覺 他陪你就好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學習的方法改變了 所以也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要跟各位分享這個主題 尋寧聖盆 你要錄得比較精緻的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錄 不過我先生活的覺得 是甚麼 其實尋覽的地方 再構成這樣 大家那就 against 加快一個的那些 或許